这个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到 佛经里面有记载 佛经里面有记载 这个所谓 不要讲哪一个天 像第四天来讲 第四天翻洗的时候 那么整个大地都会豪收 都会和乐 第四天不洗的话 整个大地就有灾难 有风暴 有风暴 有灾难 人民都会受苦 这只是讲第四天 在佛经里面也有提到 诸天翻洗的时候 大地轰收 那么国泰民安 轰调已顺 也没有战争 诸天不洗的时候 这个整个大地都会有灾难 甚至于有天灾 人祸 人祸 是经常有的 你看那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仗 甚至于国家里面有内战 很多的事情 都会死的很多人 那都是人祸 人祸造成 人祸 那么这个原因呢 是天翻洗 是人的心向善的时候 天他就翻洗 人就会和乐 人类就会和乐 那么也会豪收 豪调已顺 国泰民安 那天为什么不洗呢 因为人心变坏了 人心变坏了 人心变坏了 天一看 他不洗 不翻洗 这个人民就要受遭殃 所以一切都是心所障 所以这么多的这个变化 其实是跟人心有关 跟人心有关 因为人心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像 很慈悲的 很和顺的 没有贪嗔之的 这样子的人心的话 那么天就翻洗 一切大地都和响 不过这个境界 好像比较难一点 对 但是因为人心各如其面 每个人脸不同 每一个人的心也不同 所以人不同 心不同 那么就要看这个 他比例如何 那坏的比例多的话 天灾地变一大堆的 像纽约从来没有 那样子的轰暴产生的 也是一样有 那样子的轰暴产生 也是受灾难 一般都是善良人比较多 我们大家有人 好心都吃多 我们要如何去把八戒天 八戒天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好 是不是有天灾地步 我们要如何做得更好呢 最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出家当和尚练 所以是一个法子 但也有点难达成 你只能拔给你八戒 对 你如果说 不要说当和尚 当和尚 每一个人当和尚 当然是假的 对不对 那些基士本身也要守五戒 要守五戒 守十善 要行善 要不去布施 要去做功德 要利益众生 做公益事业 这样子来讲 这个天就会翻译 谢谢大家